无活佛辞讯,值得大家省思。 徒儿啊! 自己的是自己了,别人不。 能代替你,你甚凡都了结了,才算完成。 使命 反观修办中的,承担使命,是否尽心? 今天佛堂要办到,安排你做办事人员。 你有没有尽心尽力将你的职责岗位给做? 好! 还是偷工减料的做。 身为办事人员 的你,有没有尽心尽力扮演好天人的桥? 量呢? 徒儿啊! 今天你既已参与修办到。 这行列,旧的对每一件事情都尽心,不。 可推卸责任,尽心就对得起天恩施德。 尽心才对得起你的九玄七祖。 你们的想。 想,今天你有没有修办到,直接影响将。 来世身是将的问题,不只是你个人的事。 还迁徙到你的九玄七祖,如果你不修。 不办,自甘堕落,你的九玄七祖会跟你。 一同堕落,那你就真的是大大不孝了。 所以既要修到,就要光要门楣,把实命。 承担起来,让你的九玄七祖以你为荣。 办事人员要以服务为本,同修之间要互。 相切搓精进,要互相提携拔着鼓励,帮。 助同修进步。 对自己的心性火候要陪练。 要有公正不阿的心,更要以慈悲心怀。 替天办事,而且自始至终永不退。 白羊大事,不论大大小小,层层都需要。 人护持,不论台上的成全宣讲,或是台。 下的煮饭清洁,事事都是乐愿,心心都。 是感恩,这就是报恩了愿,懂吗? 修心在尽,修身要动,养身要多动,多。 去度人。 你能为道尽心尽力,上天绝不。 辜负你。 转传分享,2022。 第58篇爱的真谛,而。 天上最美是星星,世间最贵是真情。 2021年5月看到台湾疫情大爆发,美。 天确诊人数400多人,每天死亡二十几。 为,有据名言,疾风之竞草,国乱显真。 辰,嘉评出孝子。 在整个疫情大爆发时。 其,可看出最真实的写照。 最可怜就是这一群白衣天使,医护人员。 每天穿着好几层不透风防护衣,戴着。 好几层的防护罩,每天在最危险,高赶。 染地区的医院服务穿梭跑来跑去。 他们 是一群白衣天使,替一群染疫者,甚至 感染重症面临死亡的人服务,马不停蹄。 每天从早到晚,穿着笨重不透风的防。 护医,在最前线用他们生命替这群染疫。 这服务,整天只吃一餐饭,为何呢? 因 暴露在高感染地区,吃饭不小心就会被 感染 白衣天使下班后整个身体湿透了。 手都变白了,这么辛苦极高危险的功。 做,只要一步小心他们可能也会被感染。 甚至他们生命可能也都会不保。 再大 家最怕的地方,他们别无选择。 而这群 白衣天使,不是不懂的危险,他们比人,何人都知道危险。 我们看到此景,心中,起了无限感恩这群天使,他们用他们的。 生命守护这群染疫者,这群染疫者在旁。 黄,无奈,惊吓,没人敢靠近时,唯有。 这群伟大的天使们不离不弃,他们不是。 不想离开,因为不能离开,他们不是不。 怕感染,而是面对病菌不可以退却。 如 果怕,有谁保护这群被感染的人呢? 他们 他们不是不怕死,他们死守台湾医疗照顾。 这一群染疫者 他们也有父母、兄弟 先生、太太、儿女,我也在想,他们也 有家人劝他们离去这份工作。 但是他们 依然地死守生命共同体,天使们守着。 天使的本分,不离不弃。 看到这里,想到这里,不禁地向这群死。 守着天使鞠躬。 这群天使他们正在行。 使他们生命的高峰,创造生命的价值者。 就是大爱。 讲一个公案,印度,德雷莎修女,她。 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来到印度做修女,来。 到印度,加尔各达,城市。 卫生条件差。 麻风病,艾滋病,传染病和其多。 在加尔各达,成立创造垂死之家,当病人。 没有医药医,被丢弃成人渣,没有人敢。 靠近,德雷莎修女,就把他们带回到。 她创立的垂死之家来,亲自照顾,来医。 治这一群德病被遗弃的人。 德雷莎最后。 德道世界,诺贝尔将,死后印度总理。 风称为,印度的母亲,听说现在风味。 菩萨勒,请看德雷莎传。 就是,疾风。 知敬草,国乱显真诚,最好的写照。 这几天不间断地从国外运来的救命疫苗。 来自于日本各国救难医疗用品,有难。 相助的精神,使我们感恩敬佩,两千三。 百多万人民,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不出。 门,不感染,大家都平安,团结制。 希望疫情早日离去,台湾早日回恢复平。 敬 天佑台湾 未经许多的公司早已受精神,所谈论。 未经许多的公司早已有养子,台湾早已在身边發生。 优优独播剧场——平安医疗。